扎恩遇害案件的调查报告疑似外泄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福丁就表示 如果小死者父母觉得受威胁应该要报案 因为警方有责任确保案件各方包括家属在内的安全 确保调查过程顺利 警方有责任确保案件各方的事实上 可能是似乎的一部份 但居然公司准备控制了 其中处的公司准备到公司的公司 整理由的公司准备取消责任 都非常注意力 所以在相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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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如果有些公司准备的公司和其他人之类的 在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因为警方有认可或其他人之类的 他们必须在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塞福定今天到居邻万拉巴鲁国会选区出席活动之后 针对赵安命案最新进展表示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 警方不能只靠猜测或模糊信息来采取行动 由于涉及谋杀 警方必须根据调查程序找到尸体 凶手使用的武器和干难动机 塞福定也促请外界给予警方空间完成调查工作 不要发表影响调查的言论或假设 感谢观看